前两天广西南陵的一位市民把电动车停在一处车辆保管点 那么走的时候忘记了拔钥匙 一直到中午才想起这件事 于是赶紧回头找 好在保管员帮忙收了钥匙 但是想要回来钥匙得花50块 你好心帮我们保管 那我觉得我给你个10块20块 我自己主动给你 我觉得自己好像这件事情很圆满了 对不对 但是你要强制的时候 我们50块钱费用的话 我就觉得太过了 赖小姐说 朋友忘记拔钥匙确实是疏忽大意了 但保管员索要50元的高额费用 有点像故意讹诈 让人感觉很不适滋味 于是记者陪同赖小姐和她的朋友 找到了当时保管车辆的停车点 你们这样子就是说 不责任让我们保管员很生气 知道吗 而且我们没来保管的时候 你们说就在这里了 万一你们过来了 刚好我们来上班了 老板我的车呢 把车就说不清楚了 保管员梁大姐说 要收取50元保管费的不是她 而是另外一名男性的保管员 当时赖小姐的朋友比较着急 在和保管员交流时态度有些不好 那名男性的保管员这才向车主索要50元的费用 他问你 那个发警器是什么样的 你说 当然是白色啦 你设计话 你这种态度 人家好心帮你保管 你知道吗 不是她要50块钱 甚至只要你一定感激的话 梁大姐说 其实保管员多问一句 也是为了避免别人冒领 好在最后 大家的误会都消除了 钥匙顺利地回到了车主的手中 梁大姐除了收取了一元的保管费 并没有收取其他的费用 没有收取了一元的保管费用